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台灣今天都出現了36度之上的高溫 那未來幾天的午後雷雨多嗎 今天因為高壓很強的關係 所以午後熱對流發展不至於會太旺盛 但是明天高壓減弱到禮拜日 我們在高壓邊緣 到時候包含北台灣 都會再出現劇烈的雷雨 大家外出要多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